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月亮 月亮都还在那 我早上6点11分 6点不到就醒了 没什么反应啊 在4500的纳渠这里 感觉反正没什么反应 没说感觉不好也没什么不好 没什么好反正是这样 我觉得可以 我觉得在4500还把我能够承受 那就今天决定走109 因为317和318其实风景差不多 而且109要走唐古拉嘛 还要走柯克西里 这个经历也是很难很难遇到的哈 但是今天也有很大的一个难点 就是 全程800公里导航需要开到格尔木的话 开到格尔木 是要15个小时 14个多小时 14个半小时吧 不停啊 14个小时 估计要开的话就这一段 要15个小时 不知道能不能赶得到 试一下吧 能够往前赶就往前赶吧 我们要走过4800的安多 翻过5231的唐古拉 这也是4700 然后拖拖河也是4600 还要翻一个烽火山口5000 然后到昆仑山口也是5000 还有不动拳 然后最终到达格尔木2800 我估摸着肯定赶不到的 但是尽量往前走吧 实在不行就在土豆河这里 要不然的话在柯克西 无人区这块 我觉得还是 库仑山口这块还是比较危险的 无人区这块嘛 有可能有狼啊啥的 啊 先出发吧 能赶哪 试哪吧 我去什么都这种东西啊 直接把个路拉 挖了一下 挖横了 嗯 七点十三分了 嗯 还有十几分钟出太阳 你看 现在有一个 日月同灰的一个情景 哈哈 我车停在路边呢 很难见呐 估计等会儿出太阳 这个月亮还不见得会降下去啊 哇 好美呀 嗯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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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现在已经九点钟了 从出门已经开了两个半小时 再开了130公里 到了安多 这里海拔4800 然后准备这里吃完拉面 上路早上都没吃呢 然后吃完早餐就要翻 糖果拉三口了 5231 糖果拉 这也是又一次刷新了我最高的记录了 之前的安达山 5133 现在是5200了 糖果拉 吃完拉面 吃饺子肉 好吃不如饺子 大家看一下路上的两边腻的杆子是干嘛用的呀 大家有知道的吗 这是去糖果拉的路上 这一块是洞土啊 提示大家啊 这里是洞土啊 这些杆子是干嘛的 可以把结果打到评论区下面 这有接近100米啊 前路两边立的这种杆子 铁柱啊 马上就要进入糖果拉三了 现在海拔5100多米 这里 这里一辆车坏了 交警过来了 你看看这个广袤的土地啊 广袤的青藏高原啊 多么辽阔啊 你看看右边 太壮观了 这里 这里和318的西藏风景不一样 我觉得109这条路线走对了 如果没有高反的情况下 这里真的要来体验一下 看看青藏高原的广袤的土地 这里有高山 有雪山 有南天白云 一望无际的草地 虽然感觉寸草不生 到了冬天这边就真的寸草不生了 这边是vé 我们消灭的草野 正在约是 消灭的草地 是 草地 草地 一路一路 五千二百三十四 堵车啦 朋友们 我到了五千二百三十四的唐古拉山 唐古拉山 我们在教科事务上面 地理书上面 多次有提到 还包括每年 春节春晚的时候 不是有很多部队会 冰站什么的会报嘛 给大家报平安 唐古拉山的冰站 所以唐古拉山这四个字 真的是在西藏这边 几个雪山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记忆最深的 最好记的 堵车啦 但是我身体状况一点都没有问题 我觉得和平原一样 我已经完全适应到高原的反应 一点反应都没有 喘都不喘 当然我也没跑 但是真的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 堵吧 就堵在这么雪山 这个青藏高原上面吧 让我好好享受一下青藏高原 他们说青藏高原的空气很稀薄 目前我没有感觉 我觉得很好 很爽啊 很清新啊 哈哈哈哈 我终于克服了高反了 不容易啊 半年时间对吧 从巨趴高反到现在已经适应高反了 整整半年的时间 哇塞 真是现在成了一个抗高反的一个博主了 从一个高反博主变成一个抗高反博主 哈哈哈哈 五千都可以上了 以后我可以去祝母拉马峰了 我感觉 哈哈哈哈 等着吧 不知道这个要要堵多久呢 一直排着呢 通了通了 这个牌子 看一看很简陋 唐土拉山五千二百三十一米 这里有一个解放军的一个石雕 然后下面就下去了 翻过了唐土拉就进入了青海了 那边是拉萨 翻过去以后这边就是青海了 通了通了 我们赶紧走 赶紧走 赶紧走 要不然怎么又堵半天 那边还有个雕塑呢 雪范金的雕塑 这一路上109全是大车 很可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唐古拉山口呢 其实也开了十几公里下来了 这边海拔可能还没有五千多啊 当时他们说是有五千多部队 那边是影区和想象中的不一样啊 就是每年过年的时候 他们端了枪了下雪 不过这个地方到了冬天肯定是要下雪的 这个地方 这里肯定大雪封山了 这个整个109 四千八 四八五五 这里海拔四八五五 并没有五千多啊 这四八五五就和纳曲差不多了 也不是那么恶劣吗 别别别 说错了 说错了 就这里了 哈哈 终于找到了每年都会漏进冲碗的那个部队了 唐古拉山 官兵给大家拜年了 就是这里啊 唐古拉山兵站嘛 这上面写的 山上面有熊 说是有温泉 说是有温泉的呢 温泉在哪 我又想泡温泉了 哈哈 今天时间来不及了 算了 算了 走吧 走吧 这里说是有温泉的 就在冰站对面 说是有温泉 罗泡泡不是白叫的 我铁上路边 呦呦呦 毛青带 那边就是冰站 那块那片都是的 就对面 那里有个 有滩水 那边听说就是温泉 过去看看 这里有个房子 嗯 这个可能是原来的温泉吧 他们像早房一样可以泡温泉的地方 现在废弃掉了 刚刚从那边走过来摸了水了 这水是凉的呀 哪里有温泉啊 不会骗我吧 一点都不热的啊 也不是那种冰凉 但是 泡是肯定不行的啦 哎 这里 那里 看到了 看到了 那里有个水的冒泡泡 在这个地方 那个地方肯定是泉沿 已经看到了 从地上 哇 在那个中间啊 看一下这滩水怎么样 这滩水 中间最热的 这就来 也是凉的 这要走过去吗 哎呀 好 我过来了 哇 好轻啊 来 摸一摸摸一摸 哇 哇 烫哎 这 起码有五十度 我感觉 六十度没有 五十度是有的 五十五度是个样子 哇 好烫啊 还有一股 好 好重的那个硫磺味 哇塞 哎呀 这个 这烫脚 这烫脚 舒服 哎 找个稍微适合一点 这里呢 让人看到硫磺的那个 哎呀 这个舒服 这个假 这边 这边可能只有四十多 这边四十多 那边 哎 这也三四十多 哎 这块它从那边流过来的 哎呀 哎呀 啊 这边 这边 哇 这里也有眼 这里也有泉眼 这里也有泉眼 这好几个泉眼 这里呢 出来了 出车口摸一摸 哎呀 这个没那么烫 没那边烫 那好几个呢 眼口呢 那也冒泡泡 就这一带 就这一带 这是它的泉眼 然后这两边 我猜四河太浅了 就这 这里 这里一个地方可以泡 这里一个泡脚是没问题的 洗澡估计太浅了 整个人躺下去应该可以 整个人躺平 躺平是可以的 这个躺脚是蛮好的 这里呢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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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 28度 30度的样子 哇 舒服 那就这几个坑了 烫脚 烫脚 舒服一下 哇 太爽了 这边烫 后面 这边要更凉一点 哇 这个 太舒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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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惬意了 太惬意了 看看看看 那边 就是那个青藏铁路 有信的话等会儿 看能不能 从身后啊 铁路这边穿过去 你们要是坐铁路的话 青藏铁路的话 是可以看到这里的 哈哈 哈哈 那边就铁路 哈哈 太舒服了 哎呀 脚都 泡白了 我到那个高温 起码有五十度的地方 泡了一下 泡了一下 哇 是汽车 我以为是火车呢 等了半天没等到 这里比较干燥 嘴巴已经开始干了 这是硫磺 硫磺温泉 也不能够泡太久 要不然硫磺味 稳多了也会中毒的 真舒服 好解乏呀 好了 走了 好解乱 好解乱 我再次带你 我要求你 变成了没有 只好解乱 最好解乱 请思识